早前就流行掉了 嘗試不要賺 我們從今天開始 就看到漂亮 嘗試不要讚 為什麼不要讚 因為你一讚它 就有些吃飽飯的人 就出來看看 那樣東西 合不合規矩 合不合乎制度 不合規矩 不如你拆掉它 為什麼要拆 不合規矩 還有我可以叫你拆 我可以叫你拆 所以你要拆 是不是畫不漂亮 不是 是漂亮 但也要拆 早前政府還說很在乎香港人 開不開心 希望脫了口罩之後 可以展露一下笑容 我看到這個 垃圾站畫廊的時候 我真的從心裡笑出來 我是很想去現場看看 多漂亮 我看到照片真的多漂亮 誰知我未去到 它已經拆掉了 不知道政府想我用什麼角度去開心 我是不是應該用 我身為一個納稅人 你們部門的處事的效率 我真的高了 而這樣去開心 為什麼那些處理效率這麼高 防署手樓上不是很多個案 那些案是外人 當然是搞自己人就最快 和彰顯到效率 還說說好香港故事 請問香港最近 有什麼故事 會好得過一個基層的垃圾房員工 他很有art sense 還懂得廢物利用 把人家棄置了的話 裝飾到這個垃圾房的牆壁很漂亮 令到一個本身應該 令途人刺之以備的垃圾房 現在途人經過 都要注足觀看 步以欣賞的目光 有什麼故事好得過這個 難道是退休境 煲人頭骨 即是當香港 充斥著這麼 這麼泯滅人性的新聞的時候 難得有一宗 我看得舒服一點 開心一點 令到我相信香港人 依然有可愛的一面的時候 你就弄走他 你老闆剛剛在那裡說好香港故事 那你是不是賭米? 大家想想 這個垃圾站的畫廊 隨便給一個外地來的遊客 或者內地來的遊客也好 打張卡放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比你拍十條哈佬和李孝 有時候我們自己也要反省一下香港人 究竟是不是因為 那些資訊爆破 社交媒體的瘋狂流通 令到一些漂亮的東西保育不了 但不要緊 我們這次經一時 黃心詠 以後 任何看到漂亮的東西 尤其在政府轄下看到漂亮的東西 可能甚至在官地裡 有一棵花 有一棵樹 生得很漂亮 千萬不要說 因為你一說了 明天就會被人斬了 你不適合規矩 只要你自己在那裡生些東西出來 是不是 所以 我們如果看到任何香港好的故事 我們千萬不要宣揚出去 我們放在心底 有時候藏在心底 反而是歷久常身的 從今天開始 看到漂亮 試一下 不要讚 就是對所有香港美好的事物 一個最好的保育 拜託各位